大家好,我是Robin 下节课就与我继续与大家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顶层这个课程 我们的Android是一个多层级的框架 从顶层到顶层 意思是Android的Application 然后会有我们的Application Framework 然后再往下会有应该出向层 然后应该出向层下面 就是我们的The Next Kernel 所以我们这节课的主题就是Android的Plication 又是我们的Android应用 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目标 第一个,结合实力进一步熟悉一下 我们在之前讲的学习模型 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的思路 第二个,快速入门Android的App开发 掌握Android的App开发的基本概念 第三,理解IOC Template Method等基本概念 重点难点 重点难点呢 第一个,Android上App开发的特点 第二个,App Components和它的Coreback函数 第三,Intent与Activity Components Intent和怎么激活这些应用程序组件 第四,我们的API 两类API对于我们应用程序开发的人员来说 我们接触的东西就是我们的API 这里我们大概把它的分成了两类 方便大家理解 第五,IOCTM也就是我们的Template Method 这个基本概念 我们在课程概述中也说到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不会说是一上来就去灌输一些内容 而是假设我们大家都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一起去学习一下 下面先看一下我们的学习思路 还记得我们在课程看书之中 讲过的一个学习模型吗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学习模型 主要是包含了两大模块 第一个是我们的是什么 第二个 这块呢就是我们的为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是什么这个模块 首先呢 我们是不知道XXX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要学习它 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确定一下我们学习的一个思路 比如说第一步要怎么怎么 第二步要干什么 第三步要怎么怎么 先把这个思路大体确定下来 确定好我们的思路之后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具体实现 在具体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往这里掉一下我们答案的所在 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的答案可能在哪里呢 我们想好了我们的答案可能在哪里 剩下的工作就是去寻找答案 也就是按照我们的思路 学习的思路往这里掉 然后获取到我们的答案 这样一步一步把答案返回 返回之后呢 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从刚开始我们不知道XX是什么样的 后来我们就明白了 哦原来它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就结合一下我们Android的应用开发这个实例 去看一下这个学习的过程 同样我们要学习Android的application这个应用开发 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安卓应用开发呢 就是先确定一下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思路 比如说第一步我们要先整体把握一下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第二个我们再具体学习一下 它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概念 第三我们持续迭代不断完善 也就是在我们的实践之中 根据个人情况去不断完善一些相关的技能 确定了这个学习思路呢 下面就是这个学习思路的具体实现 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也说了 我们要去找答案 答案所在的地方去调我们的结果 我们就要想 我们的答案可能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会想到安卓开发 第一个 Google它自己的官网上 有没有教会我们一些东西呢 然后 其他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关的 安卓视频教程呢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书籍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百度 通过Google等等一些搜索引擎 在网上搜索我们想要的内容 确定了我们的答案所在呢 剩下的我们就按照我们上面确定的一个学习思路 去一步一步的往这里 答案所在的调去 我们的答案 最终把我们的答案一步一步 返回 返回到我们这里 我们就学习 完成了我们安卓的连语开发的一个学习 当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呢 我个人是推荐去看一下它的官网 为什么呢 第一 它官网的东西就有系统性 第二 准确性 这一点可能是比其他任何地方的资料比较好的 而系统性和准确性呢 这两个对我们刚接触一个东西来说 是很重要的 当然 我们去看Google官网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问题 这个 我们还访问不了 这个具体原因我们就不再去通告 这里 给出一个镜像 内容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直接登录这个网址 下面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思路 去学习一下 首先 先整体把握 这一阶段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有三个 第一 我们既然是通过官网等等途径去学习 我们就要先熟悉一下 它的官网的内容 第二 完成我们的第一个安卓应用程序 第三 理解安卓应用程序开发的套点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官网的内容 官网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模块 第一个 Design 第二个 Duelob 第三个 Distribute 我们主要看一下 Duelob Duelob下面呢 又分为Tuning,API Guides,Reference,Tools等等的这几个板块 Tuning呢 主要是Google给的一些基础的入门的交场 然后 API Guides 是一些API怎么使用的一些说明 Reference 是我们的框架之中涉及的一些类 一些介绍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圈景里面都有什么内容 这是它的目录 我们看一下它的目录 Getting started 然后 BuildingApps with Consumers Sharing BuildingApps with Multimedia 等等等等 下面我们的Best Practice Form Best Practice for User Interface For User Input For Background 就是等等 这里大家先大概看一下 然后我们的API Guides 首先是一个Introduction 然后会有一个APP Components 和APP Source APManifest 再往下 是一些 Competition Media and Camera Location and Season 等等等等 这些API的一些说明 大概总结一下它都有什么内容 如果确定呢 我们可以画本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Getting Started 我们的开始 第二个编译带有特定功能的APP 第三最佳实践 我们相关应用的一些最佳实践 我们的Getting Started呢 看一下它主要让我们学习了什么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教我们怎么去建立我们的第一个Android应用程序 其中有包括了 Sdk这个开发工具的使用 怎么去创建工程的结构 然后怎么去运行 然后呢 教我们去搭建一个简单的EUI 也就是我们的用户界面 第三 教我们怎么去和别的APP交互 从当前的Activity启动别的Activity 其次还有我们的生命周期管理和数据存储 这些介绍 那我们的API Guide呢 它又说了什么呢 同样我们给它划分一下 大概划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APP Funding Bands 我们的应用程序基础的一些内容 包括我们的components 我们的应用程序 几大四大组件 然后我们的应用程序 资源Maniface文件 同样还有我们的用户界面 再者 就是我们一些特定功能API的一些介绍 包括多媒体和相机电位和传感器 连接相关的等等 这些大家可以下去结合官网 具体的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阶段 要去搭建一下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就是我们的HoloWatt 同样的我们的官网 已经给出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 Building your false IP 这里还说明 如果你没有搭建起来这个开发环境 可以去先下载一下它的开发工具 然后就是创建 我们的安卓工程 这里怎么创建 一步一步的 然后科项就是什么意思 它都有一个很详细的方名 创建之后呢 还有怎么去运行我们的程序 包括我们应用程序工程之中 一些文件和目录和一些介绍 然后怎么去在一个真实的设设计上运行 然后怎么去在一个真实的设设计上运行 启动另外的Lint Activity 这现在因为官网介绍的都很详细 几乎就是手把手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再一步一步去搭建 我直接运行了一下 它这个结果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运行之后程序是这样的 首先它这个用户界面有一个 门门框 然后一个按钮 这里官网都会教我们怎么去搭建这个简单的UI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SIM的按钮 就会启动另外一个FQZ 这里 官网也教我们了怎么去 启动另外一个FQZ 这里我只点几个重要的地方 先说一下具体的一步一步搭建 大家可以按照官网的操作去试一下 首先我们的空城目录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AndroidManifest.xml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功能呢 往往也说了 这个Manifest文件呢 描述了一些基础的特性 我们应用一些基础特性 然后进一个我们应用程序其中的各个组件 这个大家留意一下 然后 怎么去搭建UI 有UI相关的 有三个地方 大家先有整体的一个把握 第一 我们所有的UI元素都是Vue和Vue Group对象 什么是Vue呢 Vue就是 会在屏幕上汇聚一些用户可以交互的内容 然后我们的Vue Group 也就是我们的Vue容器 它是不可见的 它规定了里面的Vue是怎么去布局 然后 第二条 我们不是在代码中去实力化Vue对象 而是使用XMR文件来设计我们的布局 这个XMR文件呢 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DreadManifestMXMR文件是备见的 大家注意去评论一下 我们的XMR文件里边的每个6元素都对应了一个类 当我们加在我们的布局资源的时候 我们的Dread系统就是把它们初始化成 我们可以使用的运行许的对象 然后 再看一下我们 UI的层次结构 我们 第一点中也说明了所有的UI元素都是Vue和Vue Group 这里 我们 整个UI首先它是一个Vue Group Vue Group里面呢 又包含了一个Vue Group 同时还包含了一些直的Vue 而我们里面包含的Vue Group呢 它又可以去包含一些它的自己的直的Vue 同样 我们也说了 我们是使用XMR文件来设计我们的UI布局 那么这个层次结构在我们的XMR文件里面是怎么体现的呢 我们找一个实际的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 1 1 2 2 1 1 2 4 8 1 2 3 Button Button就是一个View 除了一个Button 还有一个relative layout 这个relative layout 同样的 是一个ViewGroove 在这个ViewGroove里边 有一个Button 和一个ImageView 这两个View 对应到我们这张图上 我们 这个ViewGroove 就是我们这里的 Linna layout 整个 都是一个ViewGroove 然后它里面包含了 一个Button 还有一个我们的relative Layout 这个Button 就是一个View 这个relative layout 就是一个ViewGroove 同样我们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来 ViewGroove下面 还可以包含它自己的 限制View 对应到这里呢 我们的relative layout 它里面 它里面又包含了一个button 一个MagicView 也就是 包含了它的两个 这个button 遵用了一个 一个MagicView 遵用了一个 一个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 关网在教我们搭建第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会教我们怎么去启动其他的Activity 怎么启动呢 这个跟我们很常见的变成的时候 方法是不一样的 正常呢 我们启动一个其他的 类的时候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会是先去mew一个它的实力 然后去遥用 但是在我们反对的之中呢 它是通过 发送一个 Ettent 这个东西 给系统 然后由系统 把这个 我们想要的类启动起来 这点大家 先 注意一下 然后 我们 再从 整体上 把握一下 Ettent上 继续开发的一个 套点 我们从官网中 可以 找到 下面 三段 相关的 介绍 第一个 我们的 Ettent提供了一个丰富的 应用程序框架 可以让我们 并以各种不同的 应用程序和游戏 也就是说 它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一些 API 给我们 使用 第二个呢 我们的 安卓 应用程序呢 是由 系列 不同的 应用程序 一些不同的 组件组成的 比如说我们的 Activity 我们的 Service 我们的Activity 代表一个用户交互的 一个 Screen 一个 用户交互的屏幕 然后一个Service呢 可以去 在后台完成一项 工作 第三 我们可以从一个组件 启动 另外一个组件 使用我们的 Intent Intent 就是说我们的Intent 把独立的 使用程序 组件 在运行的时候 给绑定在那一块 那么 准备一下 这三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提供了丰富的 API 给我们使用 第二 第二 我们的应用程序 是由 运行 组件 组成 这个是我们的 Component 第三 我们的英称套 我们的英称套把独立的英文程序图件 在运行的时候 绑定了 绑立起来 然后去鞋同工作 看一下我们这小节的课后练习 第一 自己熟悉一下官网 第二 按照官网中的相关搜索说明 动手去完成我们的第一个APP 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体会一下 刚才我们所讲的 很对的APP开发的特点 就是我们的英称程序 有一个系列组件构成 同时呢 我们的intent把这些独立的组件 在运行的时候 绑定在一起 好 我们第一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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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